大家好 我是耀家的金融集團 今天可以跟大家講一隻新股 微博股份 應該是美股已經上過了 這次由高盛、瑞信、中信和中金 聯合保陷人的組合 現在股價報大概是388元 股價 Suki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可能這隻股票是否值得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微博在美股市值未過100億美元 這次的話它會有些特別 它是50%的股份在構股集資 總共發售1100萬股的股份 入場費是7000多元 集資都集了42.68億港元 這邊預計是12月初就會上升 可能香港的朋友對於微博不是特別熟悉 但覺得內地的朋友如果一直有 玩開這些社交媒體的話 應該都不會陌生 這個介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最左邊這一張就是微博打開的這個介面 這個slogan已經很久都沒有更新 是隨時隨地發現身才試 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是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中間這個的話 就可以看到自己貼上一些相片 或者是一些影片上去跟大家分享 右邊這個的話 都是有一個chatting的窗口 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follow的 誰是博主 都可以私聊他和他聊聊天 我相信這個形式是好像Facebook 是的 跟Facebook IG是比較相似的 因為內地是上不了Facebook和IG的 這個可以說是最熱的一個平台 那些社交 這一版的話 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微博熱手榜 微博熱手榜 其實微博也有十幾年的歷史 到現在的話 其實用戶都慢慢 已經很少自己會再出post 或者是出post都會出絲襪狀態 所以大家想微博的話 看到微博的用戶黏性那麼強 微博熱手榜是有一定的功勞 我們看到微博熱手榜 一般第一個top one 其實根據之前的清朗行動 或者一些廣告各種處理之後 一般第一個都是政治非常正確的那些 二三四這些會看到 都是比較hit的即時的資訊 所以內地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會通過微博 來檢查最新的資訊 藍色這個大家會看到 我們留在今時 這個看下去 應該就是那些賣化妝品 或者護婦品的廣告 這個就是微博的 可以說是主要的收入留言 即是一些品牌商 你想上微博這邊做一個廣告的話 你就可以支付廣告費 那微博這邊就會幫你安排 這個就是大概微博這個APP的用法 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下載自己玩一玩 接下來抽新股 我們當然要看看 究竟這隻股是值不值得我們抽 微博這邊的話 它其實有標榜 是十大移動應用之一 都是中國三大社交媒體平台之一 如果微博的話 它劃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可以看它劃分成 包括微信、抖音等 Total統稱為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的話 在它的招股書裡面 就有列出了幾個排名 第一個當之無愧就是微信 因為它的用戶體量最大 黏性也是最強的 第二個就是抖音 第三個就是騰訊的QQ 微博這邊 在社交平台這個競爭格局裡面 就會排第四 在快手這邊就會略略低於它 就排第五 我們可以看到 這幅圖的話 會看到藍色線這個 就是MAU條數 橙色線這個就是DAU條數 就是Daily Active Client的User 然後如果我們看回 拿DAU除以MAU的比例 代表著究竟你這個APP 用戶的黏性強不強 最高這個也是微信 快手就排第二 微博的表現其實好像是差一點的 一直都是排第三左右 其實微博這邊 也有自己公佈它的經營指標 2018年到現在的 那些MAU、DAU條數 其實都是慢慢地增長 但是增長的速度 明顯都未及到那些直播平台那麼快 那它的DAU除以MAU條數的話 看到這幾年其實一直都是穩定 在43%左右 微博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更加細分少少的分類 它這邊就會再插上社交媒體平台 社交媒體平台一般都是給客人用消遣 檢查影片等等 所以的話 微信在這邊就會更加封 我們看到 截止到2021年6月份 在這個社交媒體平台 如果用DAU來計算的話 抖音這邊都是排第一 微博這邊的話 用於社交媒體 大家檢查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微博這邊的排名 就有靠前排第二 接著就是快手 Bilibili和小紅書 同樣我們都會對比它的operating data 截止到2021年6月的話 看到都是藍色這條線是MAU 橙色這條線是DAU 這個會看到社交媒體平台的話 最快都是適合我們看到的快手 微博這邊就會排在第二 這個用戶的黏性就會比Bilibili和小紅書 我們都可以看了它在兩個不同的分類裏面的表現 我們接下來都可以看它的operating data operating data 我們就比較了微博、快手、Bilibili 它的收入的總額和廣告收入的總額 我們明顯就可以看到 截止到6月份的話 其實微博的收入有87% 都是來自於它的廣告收入 接下來我們可能看Bilibili和快手 它這個收入就明顯會降低 特別在Bilibili這邊 其實是去到19%左右 如果是用過這幾個APP的用戶 其實都應該有體驗到 Bilibili在廣告這一部分做得最少 而且它的廣告其實都會直接給logo提醒 這個就是它推廣的廣告 所以微博的話 我們看到它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都會依賴於這個廣告收入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留意 究竟微博的financial data 是否好看 這邊就有公佈了 截止到9月30日 9個月的那些數 收入的總額 我們看到是美金 收入是佔了16.4億 股東的正利 其實這間公司是賺錢的 9個月就賺了3.12億左右 其實我們再看看 因為微博在美國那邊 一直都有上市 其實revenue那一條數 主要都是廣告那一部分 廣告那一部分每一年 其實都佔了85%以上 2021年quart3條數 其實因為2020年都受到疫情影響 2020年的數其實都是一般的 2021年的話 我們看到只要quart3條數 只要是廣告的話 其實同比都有上升 就33%左右 但是這個升幅的話 如果對比起quart on quarter 就不是特別明顯的條數 即是廣告那邊的收入 其實相對來說 都會比較固定一點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 再仔細些插解它 在廣告收入 或者在增值部務那邊 仔細的breakdown 這邊可以看到 1到9月那條數 如果看回廣告收入的話 就佔到大概87%左右 然後增值服務 這一部分就會比較少 就佔到13%左右 我們首先來看廣告收入這一部分 廣告收入 就會看到有它的第二大股東 阿里巴巴 第一大股東是新浪 還有其他關聯方 主要都是會來自於第三方的收入 第三方這邊佔了 整個總共的高級項目 都有73%左右 其實這邊都有解釋 在廣告收入這裡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每個廣告主這邊 就包括阿里巴巴 平均支出在2020年 整年總共是825美金 在今年的6個月來說 這條數有上升到1379美金 可以說是微博這邊 對於這些大客戶的流傳程度 比較強 其實同時都有反映了 在廣告這邊 對中小型企業的客戶 其實這個流收都是有少少嚴重的 所以每個廣告的收入 從2018年的四百多元 到我們現在去到一千三百多美金 接下來也可以再看看增值服務 增值服務如果我們再仔細一點 Breakdown的話 就有分到主要是三大卡 主要都是有VIP會員 直播 還有遊戲相關的收入 VIP會員的話 其實就是微博那邊 是一個會員的等級制度 那你儲值的話 就可以做回會員 或者有些優勢的特權 直播的話 其實微博這邊 一直都會有直播 直播這邊的所有 主要都是那些虛耳物品的銷售 還有遊戲 遊戲這裏都是電競的一塊 電競這個業務 其實是微博這兩年 才開始慢慢做起的業務 後來我們都會看到 它近期在資本市場上的行動 如果說比較 我們剛剛都有看過 比較微博、快手和BDB三間公司 我們就看它 究竟按DAU那條數來講 每日日活用戶 貢獻它的廣告收入有多少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快手這條數是最高的 即是每一個日活用戶 可以貢獻到14.99美金的廣告收入 而微博這邊和BDB三間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低的 只是5點多左右 有一部分原因是 因為微博這邊 可能它的用戶群體 確實來說都是比較大 另一方面 可能微博在這一方面 都會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如果它可以在廣告收入這一塊 就更加進取一點點的話 可能這條數都會比較帥 以上就是我們對於它營運的數據 以及金融數據的總結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微博在近期的發展 微博在2014年那時 其實在美股那邊已經上了市 2018年那邊就會看到 它的股價是去到巔峰 相比我們看一看 2018年那條數 其實都是在2018年那邊 那個增速慢慢開始放緩 不單單是這個 都是因為社會可能推動的原因 5G的應用 搞到現在就好像抖音 或者快手這些直播平台的興起 都會瓜分了微博一部分的流量 其他都會因為可能 微博真的遇到一個廣告收入的天花板 它在廣告收入那一塊 可能已經去到一個平頸的狀態 都會尋求一個突破的點 我們剛剛都有提到過 微博這邊其實現在都會有 積極地佈局它這個電競的新生態 它在2019年那時 其實都有入股了一個電競平台 最新的話 其實它都有買了Soling的一個電競團隊 Soling SCN的戰隊 11月份買了之後 就會做它的旗下電競產業報告 這個的話 它都會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WBG戰隊 它這個也是focusLPL聯網 就是我們之前聽到的一個比較流行的 EDG奪冠的遊戲 其實都是同一個遊戲 這裡的話 我們會看到 大家可能會比較擔心 在遊戲這一方面 近期受的監管比較嚴重 但是就對於EDG奪冠的那個 大家都會覺得 電競這個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好少少的發展呢 因為其實電競這邊 包括了英雄聯盟 王者榮耀多款遊戲 也有入選了2022年杭州亞運會的電子項目 即是說 其實電競也是承認 是一項比較符合體育競技的一個項目 同時的話 其實它這個電競 跟它的用戶群體 都是比較吻合的 電競的話 其實44%的那個電競的粉絲 都會在25至34歲 其實這個的話 都是跟微博這邊的用戶 受影響的用戶都是一樣的 微博這邊也有超過80%的用戶 都是少於35歲的 不過其實Maka也應該有留意到 現在監管是越來越嚴重的 特別對於微博這一隻 差不多8成7流上 都是收到廣告這個的話 今天其實也有一條消息出的 就是市監局這邊 就關於徵求互聯網廣告管理办法 這個徵求意見稿 26日的時候有鋪出來的 其實意見稿裡面就有提供 而啟動播放 影片插播 彈出那些 形式發布的互聯網廣告 應該要明顯 標明它那個關閉的標識 同時也要確保 可以按一下就可以關閉了 其實這個對於微博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兩條都會有一條廣告彈出來 所以對它的影響 對它的影響也是不小的 並且可以看到微博 其實它在第三季裡 《Concordo》都有提供 在它那個飯圈治理專項 以及未成年人保護專項 以及配合它那個清浪行動 其實它有清理違規的微博 五萬條 永久封禁的帳項都有 一千多個 微博其實從2014年發展到現在 可能現在大家的帳頂 沒有給它就是飯圈文化盛行 那麼它究竟要怎樣 可以跳出這個 這個 其實都是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的 兼且對於現在港股的話 互聯網行業的監管 相對來說都是越來越嚴重的 所以如果大家說 想抽這一隻股票的話 其實對於監管這一方面 真的要特別特別再留意的 其實講完它的監管風險之後 最後也可以留意微博的股東 其實微博的股東 其實微博的股東 最大的那個就是新浪 拿了四成一的 第二大的那個其實是阿里 拿了不到三成的 所以這一次微博 急著回來港股這邊上市 可能大家都有點擔心 就是會不會說 其實是阿里這邊 又受到什麼政策的指導 可能要稀釋 或者是分拆它少少少 就是受監管太嚴重的業務出去 這個的話我們都是有待觀察的 是的 以上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微博整個股票來說 其實它在美股那邊已經是上市了 基本上這一次的放行價 如果說接回美股的話 其實都是有高了 大概13到14% 所以這一次的話 如果我們說它在基本面上面 微博確實是一間已經賺了錢的公司 九個月都有賺了三億左右 對於基本面來說 是好過其他互聯網公司 銷錢銷得這麼厲害的 但是對於監管方面來說 我們都是持有少少的保留態度 如果有投資者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多點留意美股 所以這一個我們總體來說 建議都是未好抽取先 留意其他先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隻股份的總結和評論 希望以上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內容乃基於本公司 認為可靠的公開資訊而發表 本公司不保證該資訊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股票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得毫無價值 以上內容並不構成任何投資買買建議 主持人和國嘉賓關於政家會的持牌人士 主持人、國嘉賓和本公司的員工 或者客戶不排除持有上述所談及資股票 投資者在決定投資前 已經作出足夠的評估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尋求獨立專家的意見 謝謝